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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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12点到1点吃午餐 1点到3点回来 有两个环节 即是有两个环节入门班 大概是这样 大家都会看到六节 六节是澳子208 这两个模式都送给大家 至于开不开到后面中班之后 就看看初班的人反应是否烟烈 但anyway 我也先来一次 六节因为呢 澳子都比较弱了 而且真的比较弱了 所以大家都体谅一下 澳洲的货币对回 再接回 大家其他香港朋友 希望澳洲朋友也会去做 今天的直播我都知道 很多香港人偷偷地 或者其他马来西亚人都会偷偷地看的了 因为上次的直播不是说得中 我不敢再开这个直播 今天的重点就是和大家追溯 亦都我想大家明白 不需要只听我的直播分析 你自己都会计算的 结束了人民班初班 很多东西都可以得到 这些说话 其实有大部分的初班都会教你的 资金 你看到了澳子先 我们慢慢来 待会再说afterpay的股票 你要问的问题 我就要尽量解决答 因为要答法 等我先说完 我先看看有没有时间回答你的问题 澳子 你看到了 我上次的直播也说过 澳洲是因为你要减息 预期降温的时候 極大可能 反而它是能够走强的 走强走弱有什么关系 当然很有关系 总之 延续上次说的 现在的筹码就不轮到澳洲了 因为现在澳洲 其实就有一个转世的走势 澳子一强呢 其实资金就会流入去吸引了存款 各样东西都会吸引了 那些钱进去澳洲 难道真的 买空气吗 那你要买股票 买资产的 对吧 所以资金流入的时候 股票就会上升了 看到指数呢 是一下子推了上去的 你已经 这里是说两个星期的事 是上次直播到现在 刚刚就发生大音烛 然后立即见底上回来 所以你见到呢 显然见到市场 是觉得澳洲减息的空间 反而是少 直接我看一下更新给大家 这些Broomberg机 你还没有的 那我上课呢 会很容易 有些free的website 我会跟你说怎么用 但是Broomberg机 我给了钱的嘛 当然用了 10月5日就是我正日 浪费的时候 去澳洲议息 是由这个减息预期 这个的40%多 只剩下22.8% 是直接强到像加拿大那样 所以如果你 在这样的情况上 你的选择资金流 在1元的话 你只是去澳洲和加拿大 那现在筹码呢 就去到美国方面了 因为美国呢 就将会公布GDP数据 那看看它行不行了 那假设呢 这样行不行 市场预期的减息是85% 那就是资金会从美国呢 大举离开 那去哪里呢 越聪明了 那可能我自己认为呢 就是稳定一些 就是加拿大澳洲 那纽西兰也可能 但是加拿大澳洲好像稳定一些 接着呢 就可能是一些 极度反弹的东西 例如是中美负战解决了 可能中国和香港上升 那中国就资金流入不了 香港可以了 那无论多呢 我再加拿大澳洲的指数 那这个就是200的指数 那你见到呢 很多铜铜想画一个三桿流顺 错 流顺是没有线的 那你真正画法呢 是读Exactly 这一点 Exactly 如果你还要做他支持 我说的不是你今天一定要买 我再查一次 对了 刚才那点 对了 所以呢 这里是一个很强烈的支持 所以呢 那接下来要看回美国 对吧 如果美国的数据公布得好呢 资金可以短期回一回回 我意思就是什么呢 它是可以在这三个顶做这个底 最英俊 麻烦他再下一次 下一次这个位置 OK 然后再弹上去 你看到呢 市场有点转仓 为什么 我只是想说 一只Afterpay 一只A2M 之前都很厉害 对吧 另一边 右手边 有些传统的 蓝丑的 譬如上次我说 短期大件事的CBA 接下来就是Wolfs 我美国也买往马 澳洲也不买Wolfs 两个合作 你会打我的 我叫你买这两只的话 现在我说 如果澳洲 无论是立刻升上去 还是下来再升 都是必定 现在必定是炒经济数据 没有美国那么差 当澳洲走强的时候 澳子走强 你第一件事想 有什么资产 是对澳子的 即时上升 你明白 你说到Afterpay 这些公司 其实反而多了风险 如果这么顺 或者说 不要说它多风险 你最直接少风险就是 澳子升 就买银行 房地产 资源股 那整个澳洲的指数都升了 澳洲指数下跌 澳洲澳币如果下跌的时候 那我没有很多东西 没有得买 那我是所谓的 澳洲的基金 或者澳洲里面的一些 pension fund 要买东西的话 我要去买东西的时候 那我都要继续 基金经理都要继续买 那可能得到 一些比较进取 或者不是和澳子相关的东西 明白 等着我逐个开股票给大家看 但是 希望大家 听得下 我说 我说就说了 我明白大家 很忠诚于 这个 Afterpay 和A2M 但是 你记住 因为它之前的 转势好 不代表现在是有转势 小心点 那我们说一些 Afterpay Afterpay 其实呢 过去这件事情 都有两支阴烛的了 那你说好不好追 我强烈的 大家真的不要动 因为呢 每支股票都三岁六旺的 如果看它的走势 其实未必是那么强烈 Hello Alpha Hello 那如果 真的这样的情况 越小心点 但是可能 它会落到大概 但是我说到基本面 我昨天两支都开过 如果你真的要做 我会觉得 A2Milk 这支公司 是会的现金流 是挺漂亮的 其实 但是只有三年 但是这三年就是很厉害的 他上市五年左右 第六年数据 应该是因为上市 收拾出来的 不是收拾出来的 是准备出来的 是的 我会有一些 我会有一些忧的 我会觉得 头那两年呢 其实不应该升得那么漂亮 除非他收拾数据 很帅 收拾到五年都做那么帅 我觉得就是 开始比较难 如果真的严格 是完美的话 这支真的不错 最后这三年 那可能 全球各地都会 买澳洲奶 什么都好 那我有个 就是有个朋友 里面都 纽西南都做水 就是这些 natural 东西呢 就是多的 和信心保证的 你说不是 股价跌得这么厉害 那股价跌得很厉害 那股价跌得很厉害 有分便宜贵的 是不是 那不是因为这样 喂 after pay 做得高位 所以after pay 漂亮一点 我会再重申一次 A2M A2 Milk Company 这个 cash flow 这三年是几乎完美的 但是不是五年 这个就是我唯一忍忧了 如果这样底下下去的话 我会选择 基于我只觉得是 有机会要防守性高一点 我会选择A2 Milk 好一点 after pay 没办法 不会因为你错失了 而今天要追回的 所以我不一定会想 after pay 下来要买 何况现在的趋势 都挺淡 如果做次一级四浪 可以下来31 甚至下来21 都可以 是吧 因为它不是 有这么稳定的一个形态 这三个人都走了 到刚刚到目标下来 小心点 短期这个通道再上来 那真是 我想最迟落穿31.1 就真的不用理会了 反而A2 Milk 当然了 技术位很噁心 真的噁心了很多 我觉得未必 现在走势 如果真的要买 那可能要头肩顶的跌幅 都可以下到9.7 这位置 或者10元那边 但是如果不是 任何时间 升穿13.3 那就才买回 我到来上团会教大家 很不划 那就是了 基本上 有得炒 我去炒 你看我香港买的那些都很炒 但是呢 如果现在澳指如果再走强 公布了数据 美国还要加大减息呢 澳指又继续走强的时候呢 澳洲指数又升的时候呢 我觉得最简单呢 rule of saying 要留意 你可能会骂我 但是你可能很久没有开股价 因为 rule of saying 和一众全球的相同行业呢 都是有理无理 一直创新高的 知道吗 所以买 rule of saying 和 rule of saying 当然大家想起 就是买 买洗涂水啊 买化妆镜啊 什么都好 但是 你知道 rule of saying 还有很多东西 就是有保险啊 就是有很多 就是其他林审的东西 但是呢 它全部重资产业务 就是澳洲的重 跟澳洲的重 相关的数很高的 OK 如果澳指星 你上Neverage呢 全世界Pension Fund 都想起这些股票的 是不是 还有 好处啊 红一来的时候呢 它防守性极高 我当你澳洲真的见了顶好不好 我当你S&P见了顶好不好 它还可以比上次见顶呢 再迟一点见顶 有机会这样做的 那我没看过 我看回上次那个 呃 就是那个 08年先 这次 这次呢 是07年12月 上次见顶的 那S&P就是07年10月的 它辞了指数两个月 那就是呢 S&P在这里见顶 在这里见顶 在这里见顶 在10月这里见顶 它还在这个位呢 再升到29 升到36 其实我们不用升的 它只要在29 打橫走两个月呢 我就多些数据 知道大约呢 我都走得到 我还在高位啊 S&P就是在低位啊 你明白吗 这些也是对大家防守性 非常保守的 我们不打算赚大钱 是吧 错失没问题 不要紧了 但我有贪心 是吧 那你拿这些股票呢 它迟些跌呢 其实那个Lag Time 是给你很多advantage 我初班呢 那一堂呢 是星期六日呢 就会和大家说的了 那但是今天可不可以买呢 今天呢 不是很噁心 少少害怕 我不是很担心 如果你还没买 我建议呢 你可以看回在37.5 这个位置呢 会尝试下来才买 那但是 如果明天的位 再破这个高位呢 38.4呢 我觉得你怎样都要买回 因为呢 量度升幅呢 其实有39.5 39.8这个位置 但是我并不是赚到几毫子 是想着纳入portfolio 中长线 起码是 牛三也好 红一刀去做 就不用看得那么紧实 因为它也算稳定的 那另外一只呢 就是简单的CBA 那么 雨过天程的话 那就是可能说 筹马不是在这里了 筹马在美国那边 如果雨过天程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美国的利率期货 减息呢 再加大一点 由85加大一点 奥资是继续推升上去 那CBA呢 不可能不是上升的 最简单 就是 有少少 degree 毕业的 基金经理的assistant 都知道CBA是会升 最容易去赚的 你不 如果你hold住基金 你不买CBA被人骂的 是吧 你的GF balance sheet是高了 你纳定低了 你不明白 就是没有办法 那么 你小心点怎么做呢 其实楼下趋势是中了 那这里miss了呢 那你可以试一下 浪费回来77元 不是的时候呢 我会建议大家 突破82.5元才去买 那有机会heap到这个 再heap到这个高位的 那当然啦 这个就我觉得 真是很保守 但是如果Wolf是ok呢 就 我都觉得 和Wallmark的性质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希望短期的报告 大家会多明白一些 那回答大家的问题之前 先说一下那个地方 好吗 那Sydney呢 就预计了 其实我们很喜欢 其实呢 去环球这么多 预计的地方 我可以说 马来西亚的Hotel 这一间只预计 十个地方都是一间 那和Sydney呢 我觉得这个Caston 对我们 不是爹爹爹爹爹 对我们的配套 因为他的配套 是很稳定的 突然间 连着Pouchertat都没有 我试着去买 这个阴阴功了 所以呢 我会觉得呢 适合大家不同 你三个大的地方 Hertsville 什么都好 你过来那边都算稳定 那和weekend不是很多人 那 我又找位泊车 你又找位泊车 或者 Cam这样说 他都搭巴士 以前读大学的时候 那完了 我就去吃 Sydney Rock 和Pancake on the Rock 那 这个就是 澳洲的网 地址 111 Hereton Street 好了 麦尔坡呢 就好像去年那样 去回到同一个地方 又是Caston的麦尔坡 就在这里 算是指中心 旁边这边 我没记错 就是 吃越南东西 很出名的那间 那我们应该 中午就飞过去吃东西 就回来了 好紧张啊 终于真的去到 这次我会带 不带到老婆来了 太贵了 只是两个人来 上次乘搁 人一舍都 暈了 那希望大家 可以 真的带多几个朋友来 我们开 中班的机会大了 起码我这个旅程 比例的机会多了 那现在 不算工资 有1万元港币赚的 OK 不吃东西 不吃东西 所以应该是差不多 但是我本身也是想来的 那希望大家 现在你在看的 那可能叫你朋友 或者自己呢 都在下面的link报名 那记住 你会收到的email 在10月21日 online看的 这个呢 是48个小时重温的 就是不用担心啊 初班就没得重温 我真正整个人来 那26号 和你全日的workshop 由早到中午 即是下午 是吗 在Sidney和Melbourne 那我过去呢 都会留意一些 房地产 一些项目 那因为 我会留意一些 高息一点 那其实这个呢 我主要呢 是在熊市 可能将香港的 转一转portfolio 到香港 建底 我就转回香港 或者在 澳洲的 业卖点 和加拿大业卖点 那去炒价 那我来到这里跟大家讲 好吗 那今天update是这么多 那大家 看看大家 问题 可不可以买澳资 澳资的日圆 不要那么复杂 澳资的美金 因为为什么呢 日圆没什么搞你 澳资对美金的反差 可能不大 我会觉得 未来公布这个GDP的数 可以留意 澳资的日圆 可不可以做 我就会觉得 我没有钱再买 我叫了新加坂大家买的 这个位置 下跌穿这些通道 暂时是0.66 多 0.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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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这个位置 就差一点 但是上升趋势线 我想跌穿0.672 都是大件事 但是今天又转强 你要解释一下 这支阴烛是真跌还是假跌 现在这支 是不是 with澳资走强 你明白吗 所以我不能够因为这样 澳洲的指数完整了 这支小音竹 在资金流 进来澳洲的时候发生 所以起码不要说 之后跌不跌 起码这些星星是有力托先 好吗 那么 呃 我有空看看 我有空 O.C.O.H 哦 近来呢 转到 11月十几才能停止 然后就收牢了 呃 是的 而一站 是的 C.O.H 哇 今天 我不知道 那个 表会怎么样 报表 但是呢 图表今天就真是糟糕 因为今天阴烛 有些人跌小一点 有些人跌大一点 这支算大一点 你找一拼 这支就被动一点 要拼澳洲指数 要再拼上高位 其他的 比如刚才Word 都算不太差 起码都不算走样 这支就少点走样 我想这样 你设定在203的时候 受走人 203 当我学一下东西吧 C.O.F 其实我历了很多 都学了 马来西亚和澳洲 突然间 都去得多 都真的 不少东西 我想 最重要是看数码 只是看数码 但我看看什么行业 哇 那市场这么联系 哇 好 我想问 这些方面 这些芯片 有没有政府资助 有呢 就变成β1 没有呢 就变成β2 两种不同 有呢 就是这样 有呢 就是红一股 没有呢 就是红三股 两种东西 好啊 给大家知道 你一定要知道 就这么短炒 即是尽责任一点 那看一下它的盈利 我其实最重要是看cash flow 因为做生意是cash 最重要的 过往的盈利都稳定的 都挺稳定的 都挺稳定的 好像似不错 那现在的炒都不错 但是43倍PE 有点贵 有点贵 不好意思 我做开研究 看久了 我没想着看这么久 对了 做implants 那个比较劲点 嗯 cash 很漂亮的 cash 挺漂亮的 诶 这个报表也OK的 这样啊 那就不同了 因为呢 这个图表 这块是什么事呢 其实 是吗 也挺漂亮的 就是这个报表挺漂亮的 但是zoom out就是45度 算是45度股 不是最完美的那只 但是one of the 都pass的这只 所以我会反过来 就说 其实我不是很介意 我控制不到市场 穿不穿这个上升趋势线 203为止 其实反过来 203穿呢 你让它反转形态 落到190再买回 因为这只呢 都不错 但是我是担心 它没有Wolfs的 stability 那么好 还有那么方便 那么简单 因为红一简单越好 牛尾是不是买黄金呢 可以 是不是现在有呢 不是 那我再和大家 再看看 这个sip 又做什么 sip company 哇 这些东西像afterpay的样子 我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帅哥 不行了 这只报表不行了 cash是最重要的 那我看看 不得之余呢 是不是今年可以 只是今年可以 都可以炒一炒嘛 都不行 全部是虧钱的 炒的 就真是纯粹 那我给你炒的位置 好吗 现在呢 一抓的阴烛 土舍来就不要搞它了 呃 我会觉得 呃 嗯 我撞一下这些线 重不重啊 我想它是有机会 因为今天这支饮粥太可怕了 它直至sir回到通道呢 我觉得它有机会 轻微位呢 四个半 要停 呃 大位就四个一和三 希望你没买啦 如果再下去就糟糕了 哦 nick scally 我看一看 这支呢 就是我说过这支 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的 美股 啊 那都是在我还行着 那这支 我看看有没有走样子 我看看它的报表 那我突然间突然间 有这么多问题了 哈哈 刚才有个嗨而已 现在我一临走 都出来了 这些问题 不要紧了 我有空跟他出了 啊 今年炒业绩倒退了 今年 你看之前很英俊的 没法 这些东西呢 他突然间 这些东西呢 就多了半年左右 因为他业绩公布 就会看这一年 如果这份报告是对的 但是他有些失业算 走了 我看看是否因为派息 我看看他的cash flow 有没有 如果有cash flow 就是派息派了出来 这些东西是深一点的 高班我才跟大家说的 就是怎样是一间公司 或者我跟大家说一点 其实cash很英俊的 譬如香港那只fetec 我跟我刚刚说过 他呢 譬如这样 你开了一间珍珠艾茶 譬如你一方 开了公茶 那接着呢 你一年赚四百万的 有两个选择 一呢 四百万都处置到公司 那你的EPS是否高了 那你的价格就会上升 另外呢 你作为股东 可能一年处置四百万 开一间小小的店 一年处置四百万 我全部分给自己 派股息 那你公司没有retain 你变成了 ROE漂亮 cashflow漂亮 OK 但是EPS差 因为钱真的拿出来 明白 那如果是这样呢 他的派息应该要不差才行 就是不是因为息率不差 他派息也有派 Corecola也是派两点的息 但是他真的赚一百万 派出来 你看到息率呢 你看到吗 我对了 就是你讲一下 这个 这个 价格的虚幅 包括今年 EPS的下跌呢 其实在这里反映了 那就是你的六至八 你拼上去呢 其实大概有六个 就是这个就变成六个八 这个高位就八个八的了 就是这个线上去 那你要长渣 所以继续讲一次 但是我不一定认同他的策略 因为他之前不是这样派上来的话 呃 或者这么说 或者他低估 是吧 因为之前他维持四厘 现在你去到八厘 那就是你估计 被之前underfile做了一倍 是吧 又或者 他突然间今年才派多了息 那我就不认同了 就是我最不喜欢突然间的 所以他是挺帥的 那 暂时就这么多了 那我突然想和大家说 我一想和大家说的东西 就是那个 转去那些普通的东西 可能你会觉得悶的 但是之前炒的东西 会不会有个high risk呢 就算不是high risk 你看个技术位 好吗 最重要的记住 暂时短期来说 不是长期啊 短期来说 美国不行呢 似乎对短期呢 澳洲爆了牛衫 是有作用的 加拿大爆了 是不是到澳洲呢 好吗 那他出资出的狠 出资出的狠 真的很夸张 快到这样 快到加拿大 真是 给他偷了少钱 OK 有机会希望 星期六 今下星期六 是下星期日 希望在Sidney 或者Melbourne 见大家 其他城市 抱歉了 因为资金真的不够 时间也不够 应该没有打算去 希望 你会飞过去 我会飞过去 好 下次见大家了 拜拜